对于很多人来说 觉得现代武是西方的 甚至有很多人会看现代武说看不同 可是当他们真正了解 现代艺术里面其实强调的 就是个性 就是原创性 就是对时代的关注 这样其实这些东西 都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 都是息息相关的 正值香港回归25周年 香港舞蹈家曹成渊写其作品 《我本楚康人》在北京开演 近日曹成渊在接受 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现代武可以敏锐捕捉到社会的变化 这些艺术家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感于 整个社会的变化 他对时代的变迁 他对于环境的一些不同的变化 他们都是特别的敏锐的去感受得到 《我本楚康人》是以现代武的形式 呈现唐代诗人李白作品的精神异象 舞团的演员来自全国各地 这部作品也展现了香港与内地的紧密合作 因为我是来自香港的 可是这部作品是用了 是整个中国的最高层次的一位诗人的诗作灵感 而演出的是我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在首都建立的一个舞团 舞团里面的演员传是来自传国 一些最优秀的演员 所以一个这样的香港和内地紧密结合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在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实验呢 是特别有意义 1987年曹成渊受邀到广东建立正规的 现代武大专课程 培养了中国现代武领域大批独当一面的人才 1992年 他受邀出任了广东实验现代武团的艺术总监 1999年 他参与北京舞蹈曲院现代武的教学 2005年他参与创办北京雷动天下现代武团 一路走来 他见证了现代武艺术伴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的历程 我感觉每天都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确实是当我在1980年代初 从香港来到内地工作的时候 当时刚好是内地的改革开放 所以呢 每天都在变化 社会啊 各个领域里面呢 都天翻地覆的在变化 我们接到很多的国际的邀请 希望我们把中国的现代武带去国际的艺术节里面去演出 从中他们也通过我们的现代武去感受一个现代中国的变化 曹成员表示 国家在社会经济上的发展变化 国际影响力方面都是一直向前迈进的 听如此 艺术家也有更多的条件 思考如何通过艺术将创造力想象力表达出来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去学现代武最好 其实呢 去一个最现代化的地方来学现代武 来创作现代武是最好的 不是美国 不是欧洲 是中国 另一方面 曹成员期待可以有更多的演出和活动 增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 我发现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对内地的现代武还不太了解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今天在内地都已经在舞台上都是充满了创意 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能够带去香港 让香港的年轻人去观看的话 对他们认同他们的祖国的发展会更有率副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